早上八點農會電話響不停 上班的人一手接電話 一手抄資料 電話裡的人全都是要 想訂購農會推出的 端午黃金米粽 你先要訂多少 一隻小孩就都秒殺他 所以你今天八點你就來了 幫人家訂的 都是幫人家訂的就對了 電話打不通 電話打不進來的 直接衝到農會 親自寫訂單訂購 這麼積極是因為賣一點 就買不到 才開放半小時 預購的六萬顆已經被訂光 農會來不及截止 粽子就賣了八萬顆 那麼搶手就是因為農會使用 西螺黃金米加糯米 捏出來的黃金米粽 內餡是國產豬肉和花生香菇 傳統口味很受歡迎 黃金米粽很搶手 這一間農會賣的肉粽 也是秒殺貨 五穀米包粽 還有蓮子蛋黃和花生 其中這一塊黃金色 黃澄澄又香噴噴的 就是林內鄉在地生產的台農 十七號金鑽鳳梨 全台灣唯一有包入水果的粽子 那鳳梨呢有旺旺來 旺旺來吃的這個粽子不但包裝 還可以解油膩的這樣的一個功效 距離端午節還有一個多月 各地農會開始預購自己研發的特色肉粽 因為使用在地農產自產自銷還限量 手速慢的買不到就只能明年請早 華視新聞宣傳一關吳建宏 雲林報導 日本物價高漲 日幣狂扁 讓日本居民當地業者都被夾殺 現在出現了一個吃素食 像是麥當勞摩斯這類的浪潮 因為他們是當地少數沒漲價的餐廳 還有素食業者趁勢發折價券 香菜噴牛肉漢堡牌看起來就很juicy 這是美國與日本素食品牌合作 經營的概念店 最近推出期間限定的豪華松露漢堡 套餐要價兩千三百五十日元 換算約臺幣將近五百元 平均每天能賣出一百二十個松露漢堡 目標客群是領高薪的東京上班族 日本物價高漲 民眾紛紛勒緊褲袋 減少外食次數 食材成本上漲 許多素食品牌也不得不調漲價格 但這間素食店根據地區的物價客群 選擇兩極化策略 市中心分店推出松露漢堡 郊外分店則是推出主打高CP值 照燒漢堡套餐 最便宜價格五百六十日元 約臺幣一百一十七元 同樣進軍日本的另一家美國素食店則是發放免費者家眷 來吸引對價格敏感的消費者 高物價時代來臨品牌想要存活下來 就必須投入更多巧思 華視王子欣 陳冠誠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